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我是小段段燕熙 今天讲的成语叫做吴越同舟 出自于孙子 说春秋时期 吴国和越国经常打仗 这两国的人啊 彼此谁看谁都不顺眼 如果一个越国人在大街上 要是遇到一个吴国人 绝对不打招呼 甚至亲戚都不往来 那要是两国人坐到一辆车上 怎么办呢 一个脸朝这边 一个脸朝那边 背对背坐着 就这样 说这一天 吴国人和越国人 同时要横渡一条大河 他们上了船之后 自然是谁都不理谁 因为都有敌对情绪 这船上啊 一个老韶公长着肚 两个小伙子 一个年轻人知周离爱 一个摇着鲁 这船就这么行驶了 船行驶到河中央的时候啊 突然天色起了变换 乌云滚滚的 咔嚓一个劈雷 咔嚓一道闪电 铜钱般大小的雨点 就这么噼里啪啦的落了下来 一阵暴风雨就要来了 船上的人都有点紧张 在这时候 狂风呼叫 风贴着河面就这么刮 呼呼呼呼 这么刮 起码有六七级以上 以前的船啊 为了追求速度 这船上都会装风帆 这风帆要顺着风啊 船的速度很快 但要是逆着风 这风帆就成了累赘了 这时候就是逆风 得赶紧把风帆收下来 在这时候 一阵大风呼啸 把一个小孩子刮倒了 差点没掉到河里去 幸好他妈妈眼疾手坏 一把把小孩抓住了 哎呀 我的小宝贝 你可待好了 这时候老韶公吩咐了 老若父孺们 赶紧进船舱里去吧 这万一风浪太大了 太危险了 这时候 不管乌国人还是越国人 通通都进船舱里避险了 风越来越大 得必须把船帆收下来了 这两个年轻人 解着绳扣 他不管怎么解都解不开来 这船随时要有翻岛的危险 怎么办呢 在这时候 吴国和越国年轻人 都跑来帮忙了 这人多好办事 赶紧把这舱口解开来 把风帆放下来了 这船算是暂时安全了 在风雨中 飘飘摇摇的 勉强到了对岸 在船上救险的时候啊 吴国人和越国人 都忘记彼此的恩怨 该说话的也说话了 该合作的也合作了 到了对岸之后呢 大家都觉得自己是绝处逢生 特别的庆幸 一个一个走了 老船公看着他们的背影 心里想 要是吴国人和越国人 每天都像这样 团结合作的话 该有多好呢 不免发出了一声感慨 于是 吴越同舟 或是同舟共济 这个成语 就这么流传下来 他讲的是 吴国人和越国人 忘记彼此的恩怨 团结合作战胜了困难 到了现在 他讲的是 互训互助 同心协力的意思 好 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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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